中国对跟非洲合作当中 其实是在一个极高明 还到中庸的阶段 为什么呢 他的所谓高明 其实也就在于 他并不自以为高明 这个中庸就是 他恰到好处和他在平常之中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和非洲合作 他都是实实在在的 他不是提那种过高的 比如说私有化要求 也不是对你的技术 高科技的 高资本密集型的 不是提这种要求 而是就是符合非洲当地的社会 中国的企业家 他就会去找到 更适合你非洲交流的方式 找到他们比如对养家糊口 对于造房子 对于这一些的兴趣点 这个就是中 你找到了恰到好处这一点 然后庸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 企业家自己也是这样去做的 每一处都是能够形成 全方位的交流 就是我想他虽然是高明 但他同时又是个中庸之道 他真正就是一种灵活 恰到好处的一个方法 始终非合作交流 他不是停留在一个口号 而是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 带动广泛的社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虽然他现在可能起点还比较低 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 他即使经历过经济危机 经历过疫情等等各种的考验 他依然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